大家好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现在是在广东扇尾陆河县 这边是罗西镇正大村的白马墓 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座白马墓它是建于明朝家境九年 也就是1530年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是有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了 这座墓地是叶月梅夫妇的合葬墓 它这个墓主要的材料是用花岗岩 这个花岗岩是从福建运输过来的 那为什么在广东陆河地区建造一座坟墓 需要在福建那边运输石料过来呢 那这里面是有一个故事的 那等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这座墓造型非常的独特 那这座墓也是我们陆河地区 唯一一座明朝的石亭墓 墓的右边可以看到这个图案是梅花路 这个梅花路嘴巴眼睛是朝着这边的太阳的 这边是个太阳 这个是鹿的头 在墓的左边是单凤朝阳的图案 你看这个是凤的头 然后也是朝着这个太阳 这边是个太阳 这边是凤的身体 可以看到这雕刻的图案非常的生动 在经历过四五百年的时间 依然是清晰可见 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的记忆是非常的精湛 那在这边就是主墓碑 可以看到它这个屋顶是叫做五垫顶 这种五垫顶在一般的建筑上面是没有的 只有在非常重要的建筑里面才看得到 那这种五垫顶在中国的建筑等级制度当中 是属于最高级别的 也就是说在比较重要的建筑上面 才会用到这种五山顶 关于这一座白马墓 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传说 就是这位夜工在一天午休的时候 就梦见在村里面的一条小溪流里面 有一条小黑龙在那里洗澡 然后就匆忙赶到那里去看 就看见一位黑小子在那里洗澡而已 在溪流旁边的竹银下还坐着一位老者 夜工就上前去问道 老者是从何方而来 然后又去哪里呢 那何中的小孩又是何人 老者就说我们是从福建那边过来的 由于家乡那边是闹饥荒 所以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妻子都已经饿死了 自己和这位孙子一路从福建那边乞讨过来的 夜工听到这里就感觉到非常的同情他 就叫小朋友从河里上岸来 夜工对他一番打量之后发现他又小又黑 但是看到他五官非常端正气势不凡 所以就动了侧隐之心想收他为自己的儿子 但是这位老者却不是很同意 说这位小朋友是他们家的唯一的血脉了 就只能认他为义子 那从此这位老者和这位小朋友就住在了这位夜工家里了 然后一起就令他攻读 最后这位小朋友长大成人了 在今世当中一举高中 果然没有辜负夜工对他的期望 这个人的名字是叫做林明秋 林明秋为了报答他的义父 还为他的义兄谋了义官半职 就是在伯罗县当了知县 在数年之后这位夜工就去世了 那作为义子的林明秋 特此从福建那边运送了花岗岩过来 为他的义父进行后葬 所以才有了后来这一座白马牧 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好人是有好报的 那这里就是我们陆河县罗西镇正大村的白马牧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